小小的部你都做不到 我在做什麼 我跟你講 其實就是你這種對象 裸體行為藝術家軟人豬 透過鏡頭 訴說這些年 在進行裸體行為藝術時 所面對的掙扎與困境 點點滴滴在導演董正良 細膩深刻的鏡頭下 完整呈現 我說人生都是在紀錄 既然拍出來的東西 我們應該可以呈現在觀眾面前 我們就把它辦看看 試辦看看 希望就試辦之後 如果說有人對這個藝術有興趣 可以來包藏 可以再進一步去探討 人的身體的構造 還有這個 若芬阿豬他怎麼能走出來 他的思考邏輯是怎樣 董正良導演 耗時兩年跟拍《軟人豬》 並進行濃縮成這部 57分鐘的紀錄片 《好奇身體》 希望透過脫衣解放 展現女性自覺 這樣的想法 獲得台中二輪戲院業者的認同 特別在戲院中 舉辦首映會 而女主角《軟人豬》 與董正良導演 也到現場跟大家分享交流 事實上所做的這些創作 或是《軟人豬》這些行為 其實不外乎就是 想要達到 剛剛你所提到的這個問題 其實這社會當 就是要承諾那個律師所談的 就是有一些人跑在前面這樣子 那當然社會會更多元 更豐富這樣 其實讓我們身體的解放 其實讓我們身體的解放 是一個很快樂的 藉此鼓勵影像創作者 拍出更多優質的電影作品 這張賴秋風台中採訪報導 這張賴秋風台中採訪